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对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上一期沉浸的开放 包括我们的话题就时事的房产市场的更新 没错 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详细看一看我们主推的这个房子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坐落在stonegate 特别知名特别抢手的一个社区 这个房子呢室内面积3890尺 一共有5个房间6个卫生间 占地呢是4950尺 目前的要价只要270万 均价还不到700块 没错 现在耳腕房大家知道 动不动均价就800块 带紧的就1000块 所以这个房子3800尺 大家听到可能总价高 但是其实它的单价很低 是的 而且大家看到我们站的地方 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条高 对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 就是我记得当时啊 就是stonegate刚开发的时候 我一个客人现在住在Vegas 他为了抢这个房子就是 还就是什么给人家就是买些小礼物啊什么的 抢这种就是大条高的房子 这个户型非常非常的好 那下面呢就有小胖到我们详细看 看完以后我们再介绍一下学区和他的优缺点 走 好 下面跟着我们镜头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好的房源 从前脸看来的话 这个房子看不出里面有多好 我们进去看一看 好 穿过了一个正式的入户区域之后呢 进来这个房子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开阔 非常的豪气 进来之后呢还是有一个正式的Foyer 左手边呢是一排橱柜可以放鞋子啊 雨具啊等等的 这边是他的一楼的客卧往里走 我们先看他的公共 这个房子最大的卖点呢就是他大挑高的客厅 空间非常的开阔 挑高也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四面都是采光的窗户 所以这里呢采光非常的好 非常的让人觉得舒适 穿过他的大客厅呢到了尽头呢是他的用餐区域 这个正餐区域也是在含在这个大挑高里面 这边呢还有两扇推拉门是去到后院的 那我们在他的厨房区域 这个房子呢可以看到他的厨房 对于一个3900尺的房子来说可能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呢非常的实用 可以看到他的厨房的橱柜是做了很多的升级 包括他的材料以及上面带玻璃门的储物空间 这边呢还有一个豪宅标配的subzero冰箱 是一个building的非常的大非常的宽敞 这边呢是他的西式厨房 往这边走呢是他的中式厨房 这个房子有两个厨房 中式厨房呢还做了一个隐藏的推拉门 是隐藏在墙里面的 那在这边做饭做油烟的菜的时候 把这个门一拉上窗户一开 油烟机一开的话就完全隔绝了 油烟的问题 好我们从他的用餐区域呢 穿过这个推拉门之后来到了他的California room California room外面呢是他的后院 我们来看看他的后院后院呢非常的长 但是呢可能深度不太够对于一个3900尺的房子来说 稍微有点小他的后院 现在呢我们回到他入户区域 来看一看他门边上的一个客卧 首先进来之后呢 这目前staging是做了一个office在这里 但是这个客卧他的每个客卧一个特点都是有自己的卫生间 现在呢我们从他的一楼挑高客厅来进入他的主卧 进入主卧之前我们会路过他一楼的洗衣房 尺寸非常的好 我们先不进去看了 直接进他的主卧 主卧进来之后呢 左手边是他的主卧的浴室还有衣帽间 然后我们来到他的主卧 他的主卧呢采光也非常的好 因为他有四扇落地窗可以通向后院 对于一个3900尺的房子来说 这个主卧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 我是这样看的哈 但是不影响这个房子的大的卖点 没错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主卧 现在呢我们是在他一楼主卧的卫生间 主卧卫生间呢也配置的非常豪华 像这边干湿分离一个座域一个占域 占域里面还有小小设计就是可以坐下慢慢洗 老人家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现在呢我们要上二楼去看看他的二楼 上二楼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楼梯非常的宽敞 现在很多豪宅建商Toebrother都很有用到这么宽敞的楼梯的 没错这楼梯也忒宽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块的感觉特别好 没错 我觉得这个房子主要的卖点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抢这个户型的原因 对对对 因为二楼上来有一个围廊的设计通到每一个客户 这个围廊非常的长 但是不论你站在哪个点上都能欣赏到一楼大跳高的这个设计 二楼楼梯上来之后呢是直接通到了他的一个loft区域 这个loft区域呢功能性非常的强 我觉得家里如果有小孩子的或者说喜欢打游戏的这个空间都可以完全的好好地利用起来 同时呢这个区域还有阳台有两扇落地窗是可以采光用的 另外呢他还做了这个Build-in的speaker就是环绕力提升的一个设计 在二楼呢有三个客户啊 坐这边一二三我们直接看他第三个因为大小和设计都差不多 穿过了走廊我们来到了他最里面的镜头的客户 这个客户进来之后呢大小非常的舒适 然后采光也非常的好可以看到他有一二三三个大窗户来采光 同时呢也可以看到他这一个客户呢也做了立体声的这个speaker的设计 里面呢是他的带淋浴的卫生间 所以呢他二楼三个套房全部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没错我们下去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啦那我们看这个房子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房子呢就是达到了我的点 大跳高特别开放的区域 然后呢一楼呢有卧室的数量够 就是我们家有老人的可以住一楼对吧 两个卧室主卧在一楼二楼三个卧室带一个loft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户型的 我也是很喜欢的因为毕竟我们挑出来的嘛 精选出来的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徐区 学区他stonegate小学是蓝带的 对 然后而且他是北幕学区 又是北幕的高中 对 就非常好 那这个小区整个的配套呢也很好 是的 泳池啊健身中心啊 都没得受 对没错 而且绿化也很好 就是也比较成熟 然后户型来讲呢都是我喜欢的 对 如果鸡蛋里挑骨头啊 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 因为我们就用真实最真实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嘛 就是我觉得一楼的卧室稍微小一点点 就是主卧 院子也稍微有点小 对院子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价格嘛 如果主卧真的很好 像tobrother就要400多万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说如果3800尺 您能接受说主卧在一楼 对 然后一楼两个卧室主卧稍微小一点 其实反正我觉得我觉得这样风水是好的 因为不聚气嘛 没错 对吧 而且他这个大挑高呢是坐落在房子的中心 不管你从哪个卧室还是二楼的loft 还有二楼走廊出来的话 都是能享受到这个空间 这是我觉得这个房子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个房子还有一点我很喜欢 就是它的厨房 它有双厨 对 一个中式厨房 一个西式厨房 是的 虽然厨房不大 但是很实用 就我很喜欢那种厨房 就虽然它也没有窗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 很实用 它不是站在中间的那种 对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 但是也许有的人不喜欢 但是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相互交流 对 那希望呢 就是这两期我们讲就是7月份的实时更新 和带您看房有帮助 那就请大家关注我们 如果您是买家的话 怎么在这个市场情况下去讲价新房和二楼房 对 那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